烏克蘭 其次只有两种颜色 除了两条水平大外 其次中没有其他图形元素 烏克蘭以其广阔而肥沃的土壤而文明于世 黄色象征着该国金色的蜜田 这是该国的主要收入来源 也是烏克蘭被称为欧洲粮仓的原因 蓝色象征着肥沃大地之上的蓝天 有人会争辩说蓝色象征着平静 而黄色象征着欢乐 但正如你守候将在本视频中了解到的那样 黄色和蓝色在当今烏克蘭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远早于颜色获得我们今天喜欢赋予他们的心理属性 关于其次的三件事值得注意 金黄色和蓝色来自加利西亚 玉尔希尼亚王国的其次 这是东欧的一个中世纪国家 位于构成现代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上 带有两条水平条文的乌克兰国旗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1848年 当时想要将乌克兰西部从奥空帝国统治下 解放出来的革命者 采用了以利欲夫国徽为基础的黄蓝双间的其次 在蓝色背景上描拐了一只黄色的狮子 乌克兰在1918年设计国旗时 很容易将现代国旗的顶部蓝色大和底部黄色大颠岛过来 黄色象征着金色的教堂屋顶 而蓝色代表地涅白河 流经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和首都基乎的重要河流 这证明蓝色和黄色是乌克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与肥育土壤的象征意义有关 这面其次于1918年首次短暂采用 当时乌克兰享有短暂的独立 然后于1919年成为苏联的一部分 二战期间乌克兰被德军占领 导致1941年至1944年间 蓝黄旗重新出现了四年 但在苏军击退德军后 这面其次再次被打压取缔 苏联国旗回归一直使用到1991年苏联解体 苏联解体后 蓝黄旗于1991年下末恢复 并于1992年1月被乌克兰议会正式采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